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来地被人撞飞空中 唐老大加速稳稳接住他 这时赵启纳突然出现 两人对视一眼仿佛似曾相识 他紧随敌方车辆 前方就是悬崖 赵启纳对之冲下 赢架飞机在最后时刻把他吸走了 另外两架飞机对着唐老大射击 生死紧要关头他利用绳索荡起 摔上悬崖摆脱追杀 话说那是很多年以前 唐老大父亲是个赛车手 在一场赛车事故中丢掉性命 而这并不是意外 是弟弟在父亲车上动了手脚 一切事实都摆在面前 唐老大让他永远离开了这个家 现在他再次出现 参加白杨座计划 很显然他获取到一半硬盘线索 另外一块硬盘被锁在了爱丁堡 这时的唐老大来到了白杀的秘密基地 他们在电脑里发现了韩国车的线索 这让众人大为震惊 这不是一辆普通的跑车 看上边的那一对火箭推进器 这是一辆火箭车 是用来准备飞向太空的 他们兵分三路 来地前往东京找韩的下落 唐老大前往伦敦找赵喜纳 问清楚这一切的目的 泰迪前往德国找托尼 搞几辆可以用的车 来地他们再找到韩的下落 在房间里发现了韩和一个女人的照片 这时几个大汉就冲进房间 结果被瞬间团灭 走进屋外见到暗中帮忙的韩 唐老大来到伦敦 削的母亲帮忙找赵喜纳下落 老太太人脉广把唐老大带到目的地 两兄弟一见面就是相互瞄准 但在人家地盘 唐老大被一个警察带走 而这些警察下小是唐老大的朋友 泰迪在德国找到托尼他们 正式开启抢夺计划 赵喜纳把屏蔽器放进爱丁堡 这里信号一瞬间全无 轻松潜入古堡 拿到另一半的硬盘 唐老大发现准备逃离的赵喜纳 开始追上去 小美发现了那个傲图 唐老大让他紧随系后 小美上了一辆卡车 这时的皮尔斯和泰迪被关车厢内 车厢一阵乱动 锁到之处寸草不生 车厢内还装有大磁铁 周边一切瞬间被牢牢吸住 唐老大腾空将赵喜纳撞进房间内 一拳接着一拳抡他 随后又是两拳中击 两人跳出窗外到车底 眼看赵喜纳就要逃之夭夭 小美把磁力开得最大 车子直接被吸进来 赵喜纳被他们关进秘密基地 莱蒂也带回韩 白沙设计了韩甲死的现象 他的死也变成他活着最好的现象 突然一群人冲进来 将他们团团围住 拿走了硬盘和密钥 接下来设计一场阴谋 控制全世界网络系统 但要向外太空他投放海盗卫星 使其轨道卫星中毒瘫痪 赵喜纳成功发射了火箭卫星 为阻止他们破坏计划 唐老大兵分两路 泰迪乘坐改装飞船 进入外太空破坏他们的卫星 托尼驾驶飞机把他们送到万里高空 点燃火箭发射 他们一瞬间冲破大气层 来到了外太空 汽车脱离最后一道助燃气 进入轨道 唐老大开车紧随敌人车辆 利用磁力外冲 部位队被360度横攻而起 瞬间灭掉 韩把车吸在车后 登上车解决后面的守卫 米亚负责解决前面的司机 韩趁机拿一颗雷 丢掉对方身上一脚踹飞 然后拉开车门 奥图荒桌外面设备出现故障 赵喜纳出舱检查 原来都是奥图和赛夫的轨迹 他似乎明白赛夫的惯用手法 直接狠狠撞上一辆车 赵喜纳差点被甩出 关键时刻还得是亲兄弟 兄妹俩让他赶紧离开 解除此力逃之夭夭 朵拉用机枪对敌人扫射 唐老大和在前方开足此力 但还是无法阻止这辆巨无霸 赵喜纳再次罢起而来 唐老大和小美进入对方车辆 他们的计划也进入了倒计时 对方一旦成功 世界都将毁灭 在这紧要时刻 在太空上他们选择牺牲自己 也要拯救世界 卫星为他们撞粉碎 在这最后时刻 赛夫操作无人机来攻击唐老大 巨无霸在波上转上百圈 火花在闪电最后平安落地 泰迪和皮尔斯 也被中国的空间站获救 他们这个大家庭再次聚到了一起 回到最初的温暖和美好 感谢你们观看